它的麵的湯底是比較軟和白色的 其實它有加了少許牛奶去煮 真的很好吃 如果沒有來吃亂的會面 不要過來紅磡湯吃 我聽到那些很酥脆的聲音 是真的很酥脆 有香有嫩有滑有多汁 我已經很持平了 我真的沒有留言 剛才看到它下的鴨肉 它下了兩大筋是足料的 好像在吃扁皮鴨肉的鴨肉一樣 是很嫩和真的很香 這個雞肉豚脂很好吃 它裡面除了肉之外 應該還夾雜了一點疏錯 這個很推薦 是外面一定吃不到 這個真的最好吃 等等 看片之前記得 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還要按一下小鐘 小鈴仔 Hello 近幾集我們都在做2.0系列 得知沙中線又開了 應該更加多人會來紅磡 所以今集就是紅磡湯吃 有一間是我再度二房 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挺好吃的餐廳 還有一些是同事推薦 快點跟著我來紅磡湯吃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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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第一間就是同事力推的米希 他說是每次演唱會必食的餐廳之一 這間餐廳主打是定食 可以讓你自己選不同的配搭 選了個飯 再選煮食 然後還有蔬菜 最後如果你喜歡可以再追加小吃 這次我是極豪華版 基本上每個餐廳我都點了一次 真的超級豐盛 另外也不經不覺點了全蛋 因為這是一個醬油蛋飯 月健富雞肉糰子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明太子口蛋燒 剛才已經刺爛了醬油蛋 現在拌勻就這樣試一口飯 真的好像一個很樸素的豉油蛋拌飯 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就試這個豚子 雞肉豚子 上面有隻雞蛋 到時你刺爛它再蘸蛋汁的話 應該會再滑溜一點 口感 這個雞肉豚子很好吃 它裡面除了肉之外 應該還夾雜了一點蔬菜 所以其實你進口會有一點口感 還有它的外表煎過來 然後你進口會覺得 不是你想想的那種軟軟軟的肉餅的口感 它會再比起肉餅那種 多了一層薄脆的口感 加上這個是偏甜口 也是我最愛的 之後這個就是我自己很喜歡吃的厚打燒 不過它就多了這個明太子 在這裡 蘸少許明太子 是有少許分開了的層次 因為蛋橫蛋 明太子橫明太子 它們融合不到一起 但是所以說 裡面的蛋香味很濃的 而且是很嫩的 都OK 那這裡你吃完煮食不夠 就當然可以點甜品 我印象中是記得 又是被人大讚 因為它這個雪糕 是用了牛奶和米水去製作 所以你吃起來 應該會是一種很清新得力 又充滿著米的味道 你看到它雪糕的質感 它比較黏一點 很古怪的質感 但是很滑 重牛奶味之餘 它真的有那種大米的味道 在這裡 是 你現在的口中 這些不會是很重口味的 但是在口中的那種米香 是很足的 這個很推薦 是外面一定吃不到 這個真的最好吃 不過可能因為這裡比較化妄 所以我今次的點單之旅 是全錯了三次 首先第一次就離錯食物 第二次就離錯甜品 第三次就是下錯單的 這個就不是怪他們的意思 純粹是溫提一下大家 如果食物來到的話 你們可以看清楚一點點 是不是自己點的那款食物 還有要等一對單 那就免得吃了別人的餐 第二次就來到里里啦 這間是出名的 主打吃护泥吐司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之前去《真如沖》 都特意去一個公廈 吃一個超級浮誇的护泥吐司 今次就來試試這間 除了护泥吐司之外 我今次還點了這個台式蛋餅 但是來到我才發現 其實它不是台式蛋餅 因為大家應該會有很多 不會以為是蛋餅 就是酥油餅 蔥油餅 假設台灣的蛋餅 是真的不同一點 會再煙軟一點 但是這個一看就知道了 它真的是油蔥餅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立刻有點失望 不過我試試它的味道好不好吃 就這樣咬到中間 其實它裡面的皮是很乾 還有 芝士加粟米 假設粟米是很難吃的 但是它這個粟米是很古怪 是有點偏生 它不是甜的粟米 但是我都覺得不行 這個真的不行 老實說 我剛才看到這個這樣買的照 我真的立刻這樣做 不過它是很足料的 你會看到裡面的底部 是有很多肉鬆在的 比料是比得多的 不過你包裝上這樣看 就覺得立刻 為什麼圖片差這麼遠 它應該都十滿了 我家掉了出來不要緊 我們現在嘗嘗它的味道 光得吃到咒了味道 因為它裡面的護泥 你會覺得它是添加了其他野感 就是它不是那種純正的護泥 是會有一些很奶 很化學的味道 如果不是 我純粹這樣形容它 然後肉鬆又 我不會說 我不想說到它那麼壞 但我覺得真的不好吃 還有四十幾塊 我戴上頭盔先 我個人感受 我真的不是想特別塗它 但我總之覺得不好吃 對比起 我之前不是說吃過 真的要洗那間 其實那間是很貴的 我自己也說它貴 但真的好吃 至少它出來的樣子 不是這樣 好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失算了 希望待會吃其他那間補數吧 我已經很持平 我真的 no comment 之後來到第三間就是煎餅廚房 其實這一間也是我私心想試了很久的店 它這裡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北京烤鴨煎餅 剛才進去叫食物的時候 已經是充滿著這個鴨肉味 是很香的 而且它這裡比較好 就是有一個開放式 就是有一個叔叔在做這個餅 剛才看到它下的鴨肉 它下了兩大筋 是足料的 另外我上網還看到 有些人說一定要加薄鴨 沒有了薄鴨就等於沒有了靈魂 所以這次也叫了一份薄鴨 那麼大一份 是50元 可能會有一點貴 但其實它很足料 我覺得是絕對可以充當為一個 是飽肚的午餐之選 那現在馬上試一下它 其實你透過皮都會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全部都是肉 它是真的鼻得很重手的 嗯 我想說它一口下去是非常豐富 首先會吃到鴨肉的那股香味 它的鴨肉是嫩的 不柴的 之後會有一點薄脆 就是脆薄薄的 中間會有一些青瓜 吃到一半 如果你覺得膩的話 剛好吃到一塊青瓜 就會馬上全新鮮 還有蛋餅是很燃 我覺得這個才是蛋餅 嗯 它的鴨肉真的很香 好像在吃扁皮鴨肉 裡面的鴨肉 是很嫩 而且真的很香 吃完這個之後 馬上彌補了剛才的不開心 如果剛才的護膩價錢 用42元 但我加8元 就吃到一個這麼好吃的東西 我真的支持這個 喜歡這個 最後來到的這一間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紅磡2.0 有50%都是因為它的 就是這個我自肥也要再吃一次的 亂雞灰麵 它這間店和旁邊的都很大分別 因為店鋪招牌有點暗 就是你走過經過都應該不會想進來光顧的店鋪 但是只要你吃過他們的亂雞灰麵 你就一定會再下一次過來吃 這一間其實最初都是我的同事推銷給我的 我發覺我的同事都很懂 他就說 沒有吃過亂雞灰麵 不叫過來滄朗 這次繼續叫了亂雞灰麵 另外這個糖醋排骨 是我上次吃過偶爾發現到 咦這個都很好吃的上海菜 這次就滿足了我兩個願望 另外剛剛看到旁邊的桌 他們點了那個糖醋排骨麵 原來它也是很跟一大碟的糖醋排骨 其實真的很划算 而且價錢來說是非常親民 可能這個麵是50多元 糖醋排骨也是50多元 埋單也是百多元 但是你收獲了一個滿滿的快樂 廢話不說那麼多 立即吃 它的麵的湯底是比較軟 要白色多一點的 其實它是有加了少許牛奶去煮 所以飲我會再香濃一點滑一點 嗯 還有淡淡 帶有一股很淡的牛奶味 但絕對不奇怪 它這個麵是很足料 就這樣見到你都已經有很多青菜在裡面 還有雞肉 就是這個味 哇 如果可以 我想再自肥第三次 真的很好吃 十個讚 最精髓的真的是它的湯底 還有它的雞肉 其實有時候反而有少許雞皮 吃起來是再滑一點 香一點的 還有有時候覺得 只吃肉 很不健康 它不是的 它已經幫你把菜 它的菜 你吃到最後一口 你看到多足料 你們真的不誇張 一定要來吃這個亂雞烏麵 如果沒有來吃亂雞烏麵 不要過來紅瀚吃 真的要吃 瘋狂直入 很好吃 另外的糖醋排骨 剛剛一上台 其實已經很大 糖醋的酸香味 是真的很重的 現在我試一口 醬汁 你看到多想吃 因為它的排骨是有骨 大家咬的時候小心點 如果不然一下咬到骨 牙齒就很痛 但你看到 我一直咬 都會聽到那些很鬆脆的聲音 像是薯片一樣 如果你剛好吃到裡面 有少少肥肉的位置 嘩 好像是天堂 為什麼一塊肉 即使它是肥肉 都這麼好吃 是真的很酥脆 有香 有嫩 有滑 有多汁 想不到事情形容它 即是這間是沒有收錢 但是絕對要來 想你們來吃的一間餐廳 好了 今天又吃了四間餐廳 雖然是很難得地 竟然有一個是 嗯 劣食了 剛才吃的那個狐禮吐司 真的吃到我愁眉苦臉 即是舌頭的味道 但幸好有個北京田南煎餅 還有這個 世日聯計烏麵 嘩 即是馬上 雖然吃錯了一間 但也好 因為起碼我吃到難吃 不是你們吃到難吃 你們下次就可以跳過那間 今天吃的其他三間都非常推薦 第一個 一定不要說 麻煩立刻跟我來倉廊廳 煎餅廚廳 就跟倉廊廳很近 只要一走出 基本上看到一個獨立的玻璃 看到一個叔叔在做一個餅 就是那裡 你們就可以一次過吃完 兩間正食 至於迷氣來說 如果你們本身不太大吃 又喜歡吃一些精緻的 日本定食的話 其實那間也不錯 尤其是迷氣雪糕 和雞肉豚子 都是我覺得好吃的 今集的紅蟹飲食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FOLLOW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和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